的表现 那游文老师对子弟兵 是否也深具信心 对长十分看好的沈品彤 是否能如彩排时一样顺利 受住目前的优势 是否能如彩排时一样顺利 在原地的我把自己捆绑 你没说你也会软弱 需要不爱我 我就装不晓得 只有一栋自我的火 笑容是会呼吸的痛 它滑在我身上所有角落 恨你爱的何回头 看你的心回头 也折磨眼头 你还是会呼吸的痛 它留在血液中来回忆动 后悔不贴心回头 恨不懂你回头 想见不难见最痛 我发誓不再说谎了 多爱你就会抱你多紧张 我的微笑够加了 灵魂笑飘风着 你早就好了 我发誓不让你多好 陪你做想做到了什么 我越来越想被开 怕心被忍住 你回来那就好了 好 再这一组的对决 许昌德老师认为 其实我觉得边平线 就是让人家印象就是很会唱歌 可是我觉得你唱歌很少 我很少听你唱歌打动人 就是你会把技术 或是气都唱到组 可是呢 就是不动人 我觉得最主要的可能就是 刚才他们有在讨论说 也许这歌字数太多 你的张力 你本来功夫可以把情绪唱出来的 这里面没有发挥的空间 你就疲疲奔秘再找这个点 然后这个点都唱到了 可是最重要的是 你进入感情的方式没有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要选梁静汝的歌 你一定要让他 让他听你唱梁静汝的歌的时候 一定要唱得很轻松 因为这是他歌的特色 就是你很用力地唱 低音有时候也 一开始的时候低音也很吃力 然后后面的副歌 其实唱得也 声音也很紧 我觉得这样的歌 对照起梁静汝的版本 就会显得你唱得很有问题 我觉得选歌有问题 黄大伟老师觉得 边先生 你是对谁在唱这个歌 我刚刚 没有对谁 但是就是有 你要记得你每次唱歌 都要对他唱那首歌 不管那个他是谁 好 他在不在都一样 好 沈小姐这边是 开始那句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了 开始那句 那个你之前可能要想很多 才去把那第一句唱出来 刚刚那第一句是 像 要很小心 很小心 David老师的讲评非常卡通 他常会有很多音效产生这样 可是我觉得他 他真的每次都有讲到重点 你一定要去听他的表情 有些人讲了很多你听得懂的话 可是里面没有内容 我刚刚很简单是他唱第一句下去 我真的是 好 开歌很重要啦 是不是 要准备好了 好 我们就马上来看分数 编品线的分数 请评审按灯 编品线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 15 16 16 16分 好 接下来是小胖老师队的沈品童 请评审按灯 编品线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 14 好 14分 小猪2分 14 好 14 小猪2分 算是有最后来一点点 有点意外 意外对不对 大家都很喜欢意外 意外 意外 因为以歌艺跟唱歌的 这首歌的难度这样 所以其实这个选歌是真的 蠻重要的 那这个其实我们都不知道 这些选手平常 都听什么歌 我们就随机问一下 编品线你都听谁的歌 陈奕迅多吧 陈奕迅多 对 因为刚刚我会问她说 为什么会选这首台正肖的歌 她说因为她刚好就是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就是台正肖在现场表演 被她感动了 所以就选这首歌 但是像这样子 小莲老师 有时候我们会引起某些热情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 就忘记自己的状况是吗 其实像这种时候 你应该是要多唱 或者是 去给很多人听 然后让他们真实地告诉你 然后你也可以 藉由别人来判断说 我到底能不能掌握 最重要说 你不能掌握的就是说 某一部分好 某一部分你其实掌握不了 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唱好 好 那两位再继续加油了 谢谢 虽然金小叔对手两分 但对于评审的一番话 却让品彤感到十分挫折 怀疑自己的能力 我不知道会怎样 我觉得很丢脸 尽管品彤只败给对手两分 但两队差距已逐步拉近 编品线的胜利 让安安队一扫低迷的气氛 目前已平均十四点二分 紧追在后 不过比赛未到最后 谁是赢家还不一定